月亮在星辰的時候,有一些火山噴發的龍眼流出來 然後它流出來的濃漿冷卻之後,它就變成黑色 可以看到,你實看吧 可以啊,可以可以 然後我這邊先要講的說,這是人家整理出來說 我怎麼去背月亮的海 或者從左下的這個地方開始 就是如果你今天很潮濕的話,就會有濕海 那很潮濕的情況之下,就會產生很多的雲 所以接下來是雲海 那雲海的話,雲很多的話就會產生風暴 然後所以就產生風暴也 那風暴形成之後就開始下雨 然後又形成雨海 然後下完雨之後,它你這個地方是不是就會霧雨了 所以叫做霧海 那霧散去了之後,然後它就會形成晴朗海 然後晴朗海的話,你就 如果天氣一片晴朗的話,你就覺得非常的冷靜 它就是連淨海 然後很冷靜的話,然後就是如果今天風挑雨順 它是不是就可以作物豐收 所以就有風暴海 那我今天豐收的時候,我們應該要喝一點酒 然後所以是酒海 沈酒海,又稱之為酒海 可是我們要均安思維 所以要有一個為難 對,這個就是當初人家的真 這個就是這一份 這一份資料,對 它背誦這些海的方法 用這個方法,你就可以把這些 濕海、雲海、風暴也 然後把它背下來這樣 不過這些你都等於說你要用雙海看才會比較清楚 對啊 你自己看這麼清楚嗎? 不過海的部分的話,其實還可以拿 對,就是你今天如果等的是滿月的時候 滿月的時候可以這樣看 對對對 然後而且它那個天文館的考試 它也會考你說 我今天在上學月的時候 最不可能看到滿月 上學月,上學月就是我今天 這邊,這邊是 這邊是兔子嘛 兔子的頭 兔子的耳朵 然後兔子的身體 然後它在這邊打樣 然後 所以兔子的頭這邊的話是月亮的洞邊 那這邊的話是 月亮系 這邊是月亮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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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今天上學月的時候 就是這裡切一半,這邊亮 那我今天最不可能看到這個 上學月不是看到下面這個整個 這樣勾上面比較上學 沒有沒有 現在上學月的定義是說 我今天切一半 如果是這邊亮的話 叫做上學月 那如果這邊亮的話 叫做下學月 你剛才講的說 如果是一個勾的話 這個叫做美月 從塑開始 塑就是你完全看不到的月亮 然後新月的話 就是你可以看到一點點的月亮 就可能一號的時候 農曆一號的時候 看到一點點的月亮出現 這就是新月 然後看完他慢慢的長大 他這個就是 今天六號今天要看到哪邊 今天是五月六號看到 今天六號的話 你應該看到 這個月亮講的都是農曆 像現在五月六號大概看多少 五月六號的話 因為假設七號的話 是這樣子上學月 所以五號六號的話 應該在四分七左右 大概在這個位置 四分七左右 對 然後他的話 他就是 就是美月 今天他只要還沒切一半的話 都會稱這個美月 所以十五天是剛好 沒有十五天的時候就是滿月 我今天七號八號都是切一半 所以這邊是上學月 然後過來這一半再慢慢突出的話 這個叫做銀突月 銀就是那個銀滿的那個銀 然後突就是突出的突 銀突月 然後一整個十五號的話 整個十五號的話 他就是滿月 然後接下來 然後接下來的話 他就是這邊就慢慢慢慢缺了 這邊滿月本來是整個量 可是到這邊的話 就開始在這邊開始按起來 然後就變成這樣子 那個叫什麼月 那個叫做 想一下 滿月 虧圖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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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虧圖月 虧圖月 然後所以他到這邊 就慢慢按到一半的時候 下旋月 這個就是下旋月了 哦 是這樣 對 然後 然後再慢慢的 這邊再彎進來的時候 就叫做殘月 殘月 殘廢的殘 對殘廢的殘 然後一直到他整個 又整個不見了 然後又回到數 對 這月亮的殘虧是這樣的 整個不見了 就三十號 對 三十那時候 這整個不見了 所以我們就用月亮的殘虧來代表一個月 對啊 所以 就是你今天你的這些汗 你用光明鏡 你用雙頭就可以看得比較清楚 好 這一張 月亮當然不是我照的 可是上面的標示就是我今天找到的一些月亮的特徵 這個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國際性的秘密是不是 對 還是中國的 沒有 這個是西洋的秘密 應該說中國也沒有這樣的秘密 西洋 替他去 像他的坑的話 他就會用一些天文學家正面 是月亮的正面 你說祖宗之跟 江湖有可能在 他在背面 他背面 所以我們永遠看不到 要不然你就是太空轉飛過去 這個是月亮的正面 因為月亮永遠都是用 同一面面對著我們 這個大家知道 好 所以的話 今天 其實月亮除了寒以外 我覺得最明顯的特徵應該就是這個 因為你每天是 會不會是跟問號 對 好 有些問號就是 我找不到他到底是什麼 我找不到說他的名稱到底是什麼 所以我只好打上一個問號 對 後來沒有再去找 因為找了一些資料 因為覺得說 他這些 像這些應該都是坑 這些擺擺的點 應該都是坑 其實坑就是那個被臨時撞過的臨時坑 這些應該都是 我從 我今天從雙筒來看的話 他其實都還蠻明顯的 這是你照的片 不是你自己照的像 然後還有天字 後面這個相片不是我照的 我只是找人家照 我的相機沒辦法照得這麼大一個 我相機照出來 他就只有這樣子而已 喔 那相片就直接填購 對對對 然後我來標註說 我今天曾經找到哪些 異形特徵 就是我從雙筒裡面可以看得出來 然後這個最明顯的話 這應該是 月亮裡面除了海以外 最明顯的特徵 他就是第五坑的名字 大家知道地底是什麼 地底 好像是日立的 是藝術家 不是 這上面只要是坑 上面的坑的話 正面的坑都是用天文學家 地鼓是單賣的一個天文學家 然後他的 他非常厲害的就是他的觀察 觀測能力 因為地鼓那個時代還沒有發明望遠鏡 可是他 對 可是他可以很準確判斷行星的位置 對 可是 因為我剛好最近在讀這些人的書 的傳記 然後地鼓坑的話 他是 地鼓他算是一個比較浮誇 他很有錢 因為他是單賣的貴族 所以他等於說 他雖然他觀測能力很好 然後可是他就比較喜歡吃喝玩樂之類的 然後他的 而且他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是他的 他的鼻子 他的鼻子是金屬做的 為什麼 因為他在年輕的時候 他跟人家打賭說 說他誰是最好的天文學家 然後還跟人家 誰是最好的數學家 然後跟人家決鬥 決鬥的時候被人家把鼻子消掉 所以他沒有鼻子 然後只好裝了一個金屬的鼻子 然後你知道他怎麼過世的嗎 他去跟貴族喝酒 跟一個柏傑喝酒 然後他很陶賣的喝了很多的很多的酒 可是他不好意識在中途離席去上廁所 膀胱爆裂 對 所以他的膀胱炎 然後過沒幾天就死掉 他是這樣子死的 他幾歲 我不知道他死的時候幾歲 對 對他殺一下 不過另外一個就是他的 他的 克普樂 膀胱爆裂就會死掉太寬了 他等於說膀胱炎 他等於跌尿跌太久 他就很重視那個禮素 他絕對不能再伯爵說不好意思 我去上個廁所 他不肯這麼做 這不肯這麼做 你都不能當小動作啊 對對對 結果就真的憋鳥憋死了 然後這個克普樂 這個上次那個 三大行星運動地律 對 三大行星運動地律 然後克普樂他其實 就剛好跟他一個 蠻明顯的一個對照說 他又窮 又病 身體很迷弱 然後勢力也不好 然後後來蒂谷寫信去邀請他 來當他的 他其實寫信說 他信上面寫得很好 就是說 你今天他人家說 是你很偉大的數學家 你來協助我 等到克普樂真正去跑去找蒂谷的時候 其實克普樂那時候也算是走得很弱 因為他那個三十年戰爭爆發的前信 他被迫害就是說 因為他是新教徒 他說 那種他住的地區的話 如果你不信奉天主教的話 然後你就腳一筆錢 然後你就滾出去 你就永遠不能住在這裡 如果你不這麼做就被恐 所以他就只好 剛好那時候地府寫信給他 給克普樂 然後邀請他 他就過去了之後 他才發現說地府根本把他當作助手 其實克普樂那時候已經是小有名氣的一個數學家 然後地府信上寫得很好聽說 你今天來協助我做一些文大的發現 人到去的時候都發現根本不是這麼一回事 地府等於是把他當作小弟啊 簡單這個這樣這樣 有些小弟也不錯啊 可是問題是他也沒給他很多錢 他還是一下又 反正我覺得克普樂一生真的是很悲慘 他的好幾個兒子 兒子女兒都是夭折死掉 就是說還在那個牆寶當中小baby的時候就病死 反正他又病又窮 然後等到地府死了 地府那時候一直綁著克普樂說 他都不肯把他的那些觀測數據 克普樂 然後等到他快死的時候 然後他才把克普樂叫到他的病床前 他就說 請你不要讓一生都白費 對 他才死的時候 他才把他這些觀測數據 全部叫做克普樂 所以才有克普樂的行星三大於東地 就是橢圓的面積 另外一個那個周琦 對周琦與他的半徑 三大地 所以他們 他們之間有這樣的 他其實他的視力不太好 他其實自己看不得到 然後他也沒有一些設備 他地府很有錢 他有一些比較好的觀測設備 他有觀測數據 他有數據 然後克普樂 他的數據 尤其是火星的軌道 他用火星的軌道去算出這些行星三大於東地 因為火星的軌道是比較不適原型 所以那時候就會講說 為什麼火星都會逆行 以前 特勒比的時候他就解釋說 今天火星他烙著太陽 太陽烙著火星 假設用火星來解釋 太陽烙著火星轉 然後其他的行星又有什麼 軍輪 一個是周轉文 一個是軍輪 然後用這樣來解釋說 解釋為什麼 為什麼我今天有些火星會有地形的現象 對 這就是 這個其實就是日星說跟地星說的真理 然後 當然這個也是他就是提出任何日星說的第一位 開第一槍的人 他就提出日星說 然後後來一直到 然後地鼓的時候他還不太相信日星說 然後他自己提出一套說法 然後到後來克普樂的時候 才完全提出說是地星 才是 才支持 用他的數據來支持各百米的日星說 所以是以智為中心點對不對 對 就是 太陽是中心 可是 那時候 譬如說 受到宗家的壓制 說 因為 上帝發明 創造了地球 所以地球為中心 所以所有的 天體都是老的地球在轉 這個就是地球 然後其實 他們都還好 他們就提出這些之後 後來 後來還是有些 到天主教開始反覆的時候 所以有些人就 因為 提出這個 地星說 沒有被燒 或燒死 然後像咖哩樂也是 也是受到很多汗 我沒死 對 好 這個這個 以後再 再來提 然後另外一個 因為很多嘛 然後就剛剛講說 有些地方就是 我今天看到說他還蠻明顯的 可是我查不出來 那是什麼 這都是三四百年前嗎 還是多久幾 你知道 這些匿名嗎 什麼 這個什麼時代匿名 我要再查一下 這個有資料 然後像這個 這個也蠻清楚的 我讓你們看看 登月之前 來登月之後 這個一定是之前 其實之前就已經 這些年紀都已經出來了 這個不是因為登月之後才有資料 這個蠻早的 很早 很早 很早就有資料 16世紀嗎 16世紀是吧 這個我查 我也是在16世紀 因為那個什麼 那個 第一個當然是那個什麼 那個 咖哩樂 他第一次把望遠鏡對向月球 是在 1609 對 1609已經算17世紀了 OK 好 所以是 不是哈雷 1718 是不是 呃 可以 我 不行 這不是我的電子 三四百年前 所以你要在什麼 沒有 我回去 我把那個 網頁貼給你們看 就是誰去 命名這些 這些名字 有一個人整理 好 OK 然後這個 這個就是所謂的 紅彎 對 這個其實用 望遠鏡 你看 雙彎就看得出來 還因為有人說 它是最漂亮的 月球上面最漂亮的地形 就是這個 反正 呃 如果真的遇到母月的話 就好好欣賞月球 好想說就是這樣 不過 大家可以知道是 月球背面的 這些命名 絕對一定是在 那個 呃 比如說太空船 飛到那後面 之後 才開始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不是要說我蘇聯 我就是第一次蘇聯到 背面之後 是蘇聯 好 在1957年的時候 呃 1959 對不起 1959 所以背面就有一些 中國的 中國的一個東西 像剛剛講那個月亮那個什麼 叫做 銀灰啊 銀漢的都是這樣 南北下 可是我們看的 都是上下的啊 因為你今天月亮也是一樣 它東色西弱 是也有同步的 所以它今天可能升上頭的時候 它今天亮的朝下 然後可是它慢慢降 降下的時候 它變得 要亮面朝上 所以 所以其實你 你今天要判斷它的 它今天是上雪 還是下雪的話 你今天應該還是要看它的 它到底是頭 它是頭 還是它尾巴的部分 來知道 說它到底是上雪面 如果今天亮的是頭的這一部分的話 就表示這個是上雪面 對 那如果亮的話 是尾巴這一部分的話 你說呢 可能是 那就是以這邊為細片 這邊以東邊來分別啊 對啊 就表示說 可能它幾個形狀下 其實說 它是 方位不一樣 對對對 幾個形狀不一樣 對 今天我今天有可能 剛才它身上的時候 它的亮面是朝上 然後等到它慢慢降下去 然後變成亮面朝下 它是有可能會有這樣的形狀 好 一個分享 如果說在那個 南半球看那個 那個月蘭 是那個 那個 每月的形狀 然後變這樣 圍住不同它的 它的那個 發揮力 我好像只有看到這樣的 應該沒有錯 應該沒有錯 可是 剛剛講的方法的話 你今天用它 從八判斷的方法 應該是 就絕對不會錯 對 對 就是說 如果在我們這樣 到南半球看 一個亮的 就是說我在北半球看到的 每月 是這樣子 是這樣對不對 對 但是在南半球看 就是另外一個方向 大小相對 都一樣 都一樣 整個這樣解釋 跟各位講 就是說 其實 大家會比較容易搞混的是 常常有時候我們看 我們會說 亮左手還是亮右手 這樣是 是有問題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在北半球 你只要這樣想 我們因為我們人在北半球 那 那個 月亮會稍微偏難 所以我們習慣看 假設它從東邊升起來 我們會轉到東邊去 好 然後看的時候 比如說 就像剛才班長講說 它的亮面假設在上面 我們這樣看 它的亮面在上面 所以你可以把它想 它現在亮正面 我們變成這樣子看 我們這樣子看月亮 我們不是這樣看月亮 我們不是這樣看月亮 這樣了解嗎 然後呢 升上來之後 它有點偏難 偏難 那現在它是亮 它等於說 是亮我們的右手 但是我們就說 如果你說亮右手 你會容易搞混 為什麼 因為我們到南半球之後 你要現在想 我們如果現在在南半球 月亮就會天北邊 天北邊 我們就很習慣 它升到中天的時候 我們習慣往北邊看 我們不是往哪邊看 我們是習慣往北邊看 可是現在這亮面 就在左手邊 所以我們講 右手跟左手 容易就搞混 所以我們就 常常講就是 東邊跟西邊 東邊就固定下來 對 因為它即使 它今天是在南半球 它在南半球 往北邊看 一樣是 哪邊是西邊 哪邊是東邊 就是靠西邊 東邊去認 OK 那指示就是說 我舉個例子 像大家講的 梅月 好假設現在東邊看的是梅月 我就說我們就算在北半球 東邊剛升起來的時候 我們是這樣子轉過去看 所以梅月在上面 那你在試想 如果我們現在在南半球 我們也是朝東邊看啊 那梅月還是在 還是朝上啊 不會說 那個 它的上下不會變 那你說 那個什麼 它的 如果你說亮左邊 亮右邊 那當然就會變 因為就是說 我說因為我們 我們看的角度不同 我們北邊是從 從北向南看 假設 假設亮的是 我們這樣子從北向南看 亮的是右邊 可是今天我們因為在南半球 月亮會比較偏北 所以我們就會往北邊看 我們不會是 假設我們 假設我們在南半球 那月亮在這個地方 我們不會這樣子看 對不對 所以我們轉了之後 今天左右會相反 但是 所以我們就是常常講 用左右去分 不好分 我們用東跟西 就說 老師就是在北半球的話 左手可以是東邊 到南半球的話 變右手可以是東邊 對對對 所以 但是 那個 就是說我們進口 不要把左跟右 滾進去 去看 這樣容易會倒回 我們就直接用東西 東西 或者是像剛才 老伴上所講的 今天 你明明知道看 它亮的海 你就很容易去區別了 好不好 對啊 就是 就是用它到底是亮 就是那個海的樣子 對 對 因為它的頭跟尾巴 其實還蠻容易變得 如果你有雙筒的話 有雙筒 把它放大看的話 其實哪邊是頭 哪邊是尾巴 是蠻好 所以亮西邊是上旋 對 是上旋 對 亮這一邊的話就是上旋 對 亮這一邊的話就是下旋 對 亮這一邊的話就是下旋 對 這樣區分 然後另外一個的話 它就是我今天衝筒的話 可以看太陽可以走 然後就是這裡要強調一個重點 說你絕對不能在無任何的防護之下 直接去指示太陽 這個絕對會嚇到 你可以不用幾秒鐘 你可能就會嚇到 所以這個是在 像這張相片的話 它是用鬆筒 然後剛好我今天也有帶 古代是頭影在吹你嗎 你可以用那種反射法 就是你今天把 其實欸 上次那個老師介紹那個 天地明察 它其實不是就有 有螢幕在看那個太陽的日子 不是 它不是看太陽的日子 它是看那個日子 它用頭影的方式 然後頭影在一塊白布上面 然後就可以從 因為它這樣就剪光剪了很多 今天就可以指示它這樣 古代表有太陽日子嗎 就說你在白布上 看白布 看到的太陽日子 它不是看太陽日子 那是在看那個 看太陽日子也可以 對 太陽日子也可以 用這種方法也可以看太陽日子 對 然後我講那個天地明察 那是在看日子 因為它那時候 預測日子發生的時間 對不對 然後拆領切副至少 這個太陽是照出來的 沒有 其實它這個就是 上次有給同學看 它這個就是太陽 這個就是太陽日子 然後 我只是把它做成那個套圖狀 然後 要看的時候 你就必須 你就一定在看之前 就必須先套 那套兩盒喔 兩邊都要套 其實它有那個係數 它有那個係數 就是你今天過濾的光線 可以到達到多少 可是我想說 你如果今天 還要希望你再這樣看一下 就會瞎掉 不會那麼嚴重 會很嚴重 其實你今天 可以叫別人先看嗎 其實 上次的那些事 我又要忘記了 那時候我就想要用眼睛直接去看 其實看沒一下子 你的眼睛就出現了 你看沒一下子 你在下來看其他地方的眼睛 然後大概一個禮拜才會 他說他就是 他很想 因為牛頓他對光很有研究 他很想辨認出光的本質 所以他就一直用眼睛去看太陽 然後結果看到後來 他說他在床上躺了五六天 因為他根本什麼 他很怕他眼睛瞎了 結果躺了五六天才終於回復正常 然後另外一個咖哩樂 咖哩樂發明了天文望眼鏡 然後他也拿天文望眼鏡去看太陽 所以那裡有關聯 他的眼鏡是下的 他下掉了 所以千萬不要直視太陽 在沒有任何保護的情況下 如果大學的話 有的人也大學天氣的話 閃光太強眼鏡不會下 就是下雪 下雪的時候 對對對 那是雪盲 雪盲 所以等於說我今天攀登 下雪盲3的話 我就必須戴那個墨鏡 來保護你的眼鏡 要不然你的眼鏡可能 過沒有多久就會看不到東西 炫耗 一般的墨鏡來看太陽的話 這樣不夠 不行不行 不夠 這樣不夠 如果我看那個 之前去看那個阿里山日出的時候 他會發一個小玻璃子那一種 那可能剛剛日出的時候勉強可以 對 勉強喔 勉強可以 可是我覺得你還是盡量不要對 對你的靈魂之瘡做這種事情 對啊 會不會都有人賣一個幾十塊的那個玻璃子 對啊 有一種講法是說 如果你拿那個黑白的底片 黑白喔 然後底片有分黑白跟彩色 你不能拿彩色的話 你要拿黑白的底片 然後去把它曝光之後把它沖洗出來 然後再兩張疊在一起 這樣子可以 OK 勉強可以 對 這就是比較 可是其實現在你買底片可能價格也不便宜 它曝光然後還要去洗出啊 這樣 那這個其實也蠻貴的 上次有講過說 它大概這樣子大小 就大概要一千塊 那這兩個要多少錢 這兩個喔 你用面積來算 這應該也要幾十塊 這不是現成的喔 要自己做喔 這是DIY的 這個裡面這張紙是買的 這就是太陽綠紙 可是這個外面這個套筒是自己DIY的 他只是為了就套住 會不會有外線成的喔 可能有 不過那個是針對 我不知道這個雙筒有沒有 相機是一定有的 不過那個也不便宜的 也應該好幾千塊要的 就是專門的濾鏡 太陽濾鏡那種東西 所以當初就是 呃 當初會買這個也是 為了去年3月9號的日片食 對 然後就買了這個太陽日子 然後後來坐一坐 坐好之後 然後那天要上班了 我會想說還是不要請假 好 然後我就待著我的相機 背著我的腳架 雙筒也拿著 然後 然後一下車看到滿天都霧雨 就知道報銷了 對啊 對 所以 所以那天 那是買了也 什麼也沒看到 日片食 最主要那時候是為了日片食 所以我為我的相機也做了一個 就比較大的 就是班長的太陽日子櫃嗎 對啊 就是我剛剛講的 這樣子大小要一千多塊 OK 旁邊那些用黑卡嗎 黑色的卡紙而已 對啊 這就是黑色的西卡紙之類的 哦 反正這就是DIY 簡單就是DIY 這是只是為了套住 套住我的 套住我的雙筒 做這樣的DIY 太陽日子在哪裡買 呃 就是光學 上層 對 我在上層買 所以他一次一定要買不到 一定要一千塊而已 對 所以那時候我就找了一個Q主 幫我分擔 就是Jazzon Jazzon分擔會半 所以你們只有幾個 如果有這樣的練習